距离11月3日已经不到半个月了 然而美国的大选几乎每一天都在上演戏剧化的场景 特朗普和拜登为了给自己稳住和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还将在当地时间22日举行最后一场总统辩论 在今年的大选中 特朗普和拜登原本要进行三场总统辩论 然而特朗普在第一场辩论之后便确诊了新冠肺炎 出院之后也拒绝参加线上辩论 第二天辩论只能被迫取消 这就意味着22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这场总统辩论 是二人在大选前当天对决的最后机会 不过在这场终极交锋到来之前 特朗普却迎来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据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9日 美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修改规则 为这场辩论增加了一个弊麦规则 当特朗普和拜登就六个辩论议题发表个人陈述时 对手的麦克风将被静音 根据总统辩论委员会的说法 增加这个规则是为了避免这次辩论再次出现混乱的局面 上个月29日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揭幕站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 在主持人华莱士登场介绍之后 特朗普和拜登正式开始进行辩论 在开场的前十几分钟 特朗普和拜登在辩论时态度还算温和 然后十几分钟之后 现场便开始混乱 在拜登就最高法院医保计划 以及对特朗普的反驳进行辩论时 特朗普几乎每次都要打断他 越说越起劲的特朗普 还无视主持人华莱士的劝阻 最后变成他一人或两人吵架 面对极具攻击性的特朗普 拜登简直无力招架 在一再克制之后 终于忍不住质问特朗普能不能闭嘴 正如美国媒体所形容的那样 这场辩论成了美国史上最混乱的总统辩论 到处充满了侮辱性的言论 特朗普说拜登一点也不聪明 拜登则称特朗普是小丑 普京的小狗 除此之外 几乎没有讨论政策分歧的空间 如此看来 在这一场辩论中 修改规则是很有必要的 但这对特朗普的影响也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 特朗普的一贯表现 就是没有规矩的胡乱发言 在第一场辩论中 他的频繁插话多次打乱了拜登的演讲思路 让77岁高龄的拜登 只能断断续续的发言 闭卖规则的加入 可能会让特朗普完全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 虽然特朗普团队表示 极力反对这一规则变动 但由于这是最终辩论 他也只能无条件适应改规则 并如期参加辩论 可以预见的是 按照目前水火不容的架势 哪怕最后一场辩论中 加入了避卖功能 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活药位 应该也不会少 至于谁的表现能够更胜一筹 就要拭目以待了